Hello,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泽油进学的CTT老师 大家都知道啊,留学圈里面其实有一条隐姓的鄙视链呢 大概是去美国,去欧洲的可能就会比较看不起去韩国和日本的留学生 那究竟在日本留学的话,含金量有多高呢? 然后你拿到日本的修饰文凭呢? 在日本就职和回国就职有怎么样不同的表现呢? 那我们今天就来分析一下这个 那首先呢,如果你在日本就职的话 然后你可以有幸进入到一家大手企业的话 那修饰的初级阶段,你大概一个月工资会在23万到24万日元左右 大概就是一年会有400万左右的收入 然后税后的话可能会300多万日元的样子 但是因为大家都知道在日本的话租房其实还是挺贵的 然后这个的话,你的公司的话一个月会给你3万4万左右的一个住房补贴 还有就是在日本的话呢,它就是年工序列制嘛 所以你的工资是会随着你在这个公司待的月久 然后慢慢的上升 所以呢,基本上如果你是想要追求一个比较安稳的生活的话 那在日本就职,然后过一个比较普通的一个中产阶级的生活的话 还是很安稳的 那在国内的话可能就是竞争会比较激烈 然后可能会,也看学生就95211 如果不是这个的话就可能更看你的能力了 然后竞争稍微大一些吧 如果是回国就职的的话呢 可能国内的话对国外的大学不是很了解 它也不知道这个学校到底是不是严肌大学嘛 所以除了几个就是真的大家都会知道名字像东大呀 京都大学大阪大学或者清英导大这种 就是比较靠前的学校的话 其他学校可能就会没有那么的有吸引力 它可能更会去看你本科到底是哪个学校的 然后如果你是95211的话 那他就会觉得嗯,不错了 可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那如果你想要在日本就职的话呢 其实你读的什么学校和专业还是比较重要的 因为大部分还是说学历社会嘛 所以你的学历 也就是说你读什么学校 这个学校的牌子想不想还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信号 就是让企业知道你这个学生大概是一个什么层 还有就是你读的专业的话 就可能会跟你的就职比较挂钩 那大部分的理科的话就可能会比较对到他自己的那个专业 那文科的话在日本的话更多的是偏向综合资 综合资就是基本上你都能做什么专业都可以 然后也不会对你有特别特别高的技能上的要求 因为他们还是说你进到这个会社之后 然后我们再给你进行相关的技能培训这个样子 然后文科的话大概可以去的产业也蛮多的 其实你IT也可以去然后你去会计也可以去就我身边的学妹什么的 他们都是这样子一个就职的方向 然后如果你在往高读的话就是读到博士的话 那你可能到时候去的就更少一点了 因为大部分读博士都是成为研究员嘛 你要不就是去那种人口保障所啊 或者去做数据分析师啊 或者你就去学校里面去当老师这么一个情况 那我最后总结一下就是 不管你是在国内就职还是准备回国就职 你尽量就是考那种比较有名的大学 因为日本他可能考研有时候会说 就是重要的是你的导师而不是你的那个学校嘛 但是如果你真的考虑到就职的话 其实学校的名声还是最重要的一点 因为如果你回去的话上一个他们没听过的学校 他们就这样然后觉得你出去是混日子上一个野鸡大学嘛 所以呢还是说学校的Blando 比这个导师的Blando更加重要一点 这也是我在推荐大家选学校的时候 最注重的这么一件事情 回国就职的话呢 就是虽然说他名声不是很想 但是呢你有一个国外留学的经验 在国内还是就职上会比较吃香嘛 因为大部分人也是觉得就职太激烈了 所以跑出去读一个研究生 然后再回国就业这样子嘛 那这样的话也是会加强你的那么一个就职的竞争力 OK那今天和大家的分享内容就到这里了 如果大家有任何关日本修饰的问题啊 或者想知道的内容呢 就可以给我们留言 然后感兴趣的话题 我们也会做一些视频来给大家分享 那谢谢大家收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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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摩